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各位菩薩大家 阿彌陀佛 大家請翻看我們的 如果是傳藥的話 是在J24的508頁 如果是書抄的話 是在J22的20頁 我們進入到第二段 教化甚深 我們也進入到最後一個頌 教化甚深最主要的 財守菩薩 整個財就是法財 說法是最殊勝的 最大的福田 我們整個九個頌 分為六小段 我們九個頌 最主要的觀 因為教化 教化是教化我們眾生 我們眾生 怎麼教化我們這些眾生 那就是我們這些事先的眾生 凡夫眾生 最主要的就是 不過還是我跟法 他的整個煩惱的來源 沒辦法解脫 沒辦法得成佛 最主要的還是我跟法 最主要的這兩個問題 我最主要是這個色身 來源在我們的色身 法最主要是境界 在我們這個色身的部分來講 在我的部分來講 所以這個第一組就是三個頌 來講這個觀神 觀神無我跟觀神無法 這個是我空跟法空 最主要是觀這個 最主要也是講到這個誰的 遷出這個誰的試念出觀 這樣子來講就是 整個進入到這個誰的 這個觀 從這個觀法無我 觀神無我跟觀法無我 只整個就是體會到這個誰的 我們所說的這個空意 那我們這個三個頌 最主要是為什麼要觀我們這個聖 那我們這個講到那個 另外這個聖 最主要是跟我們的壽命 所以為什麼第二組是觀壽命 這觀這個壽命 因為壽命最主要的身 身是來自於我們這個色身 那我們壽命就會牵涉到這個誰的來 就是我們所說的未來 所以這個未來 因為我們過去現在 因為我們過去現在未來 這個壽 這個壽者向 這個壽者向 在新鋼筋的壽者向就是 會延伸 因為我們希望長壽 這個長壽就是我們所謂的 會有所謂的命 這個命來講就會牵涉到過去和未來 所以這個命就是我們的輪迴 所以他為什麼會去觀這個 就像玄火輪一樣 這樣子 他講到誰的 因為無名的原因 所以出後不相知 這樣子觀這個 知道這個為什麼 這個壽命 所以這個從月圓起 無起 起即無起 夜盡便滅 這樣子來觀這個壽命 因為完全 這個我們這個壽命 就是從這個 就是觀火人一樣火把 這個火把是我們的 這個按照而講是 這個火 火把就是我們的 應該是象徵我們的心 這個深深滅滅 所以他是假 因為這個壽命來自於 這個我們的 這個 第八十阿賴耶 他是從元起 因為他會 一段時間會滅 這樣子 像玄火輪一樣 不知道哪時候開始 如果你沒有去發覺它 就是一直玄 所以不知道哪時候會停止 所以這樣 如果你這樣了解 這個我們的壽命 所以這個是按照而講是我們所說 第八十的業種 從這樣子來引申出來的這個 這樣子的壽命 按照這樣來講就是我們完全是業種 如果這個業種 我們慢慢的就是 不 我們在這個生口意 這一起生命不造 不製造這個業種 它就不會結身散 這個所謂的壽命 不會來這個三界 所以這樣來觀察 所以這樣來講就是 不再造作 業盡便滅 所以滅無所滅 本無足者 這樣來講是實物自信 就是知道說 按照來講就是不讓他生氣 不讓他有這個因緣生氣 第三個小項 就是智者能觀察 就是智者要做這個所謂的四觀 無常觀 空觀 跟無偶觀 跟無相觀 這個四種觀要 就是於這個為世三性來觀 用為世三性來觀 這樣子就能夠知道 依他騙距所持 你的旺分別在哪邊 那你的依他 依他無常 還有空還有無我跟無相 然後真正的知道 這個誰的 我們所說的這個 冤誠實的四種觀 那第六個最主要 最主要是 第四主 最主要是要講到那個 那個第五主這樣做四觀之後 又再比較強調的是空觀跟無常觀 因為我們眾生按照而講 空觀是我們佛教應該多加於學習 多加於視為觀察 無常觀 無常觀是 輔助我們能夠 整個 就是能夠做一個輔助 讓我們能夠得解脫 那第四主 那第四主 世間所見法 但以心為主 誰皆取重向顛倒不如是 這個最主要是做為世觀 為世觀按照而講就是 我們世間為什麼會來三界 最主要是 前面最主要是觀生 在觀生來講做四念楚觀 反破之座按照而講就是 無常空觀 還有無我觀跟無相觀 另外這個是 另外是觀法 法是禁見 所以按照而講為什麼世間所見法 就是我們另外一個煩惱來源就是禁見 就是我們所看到的這些禁見 所以來自於我們心就是為世所見 這樣來講 這個是做為世觀 所以這些的所見法都是為世所見 都是不如是 因為我們眾生就是去 感到非常真實 就是取這些象 取所見象 這個是顛倒的 如果你真的知道 所以完全是為心所見 這個就是不是顛倒了 所以這是讓我們做為世觀 第五組最矯額的是講 世間所言論 因為我們世間雖然是看到境界 但我們還有耳朵 聽聞 因為見聞覺知 我們五層 色層影響很大 還有深層 因為深層 我們很多的我們要對話 我們很多的思想 觀點都是來自深層 所以世間所言論 一切是分別 這是讓我們知道說 我們所見所聽聞 見聞覺知 全部都是 我們所說都是分別來的 所以這些都是沒有一個深屍 這樣了解之後 才能夠入法性 這個是從前面的為世觀之後 進入到所謂的 這邊所說的真入觀 其實按照而講 我們為世 之間所見法 當於心為主 這個沒有把它改過 這邊最矯額是講那個 我們從前面最矯額是為世觀 那我們這一宋 第五組 世間所言論一切是分別 這個按照而講的是做 世如 群世觀 因為按照這個是我們 為世佛學很重要的 世群世觀 世群是最矯額的就是 民意 最矯額是民意 民意自性差別 有些把它設在民跟意 自性就是把它設在民 意是把它設 就差別設在意 有些是民聚 因為聚是講義 所以有時候是講兩項 有時候是講四項 這個是講世群世觀 那你做世群世觀之後 就進入到世如世觀 所以這個世如世觀 就是講到真如觀 真如觀這邊來講 也是總於 那個 未曾有意法得 入意法性 我們最主要是講到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 偉師佛學就是在這個 家行位 的那個暖位 那個 暖頂冷世 是第一法 就是在這個家行位裡面 要做這個世群世觀 跟誰的這個 世如世觀 好 那我們 我們在這邊來講就是 你一定要先 你一定要做這個 維世觀 維世觀就是 所有的景象都是為心所現 你要相信這一點 全部都是為心所現 因為這個是讓你知道 一切無外境 你所知道的沒有外境 不是外境 這個是 就是我們 我們現在就是要知道 我們所看 依祂的是共變 所有眾生的因緣合合 那個叫依祂 但我們所認識的人事物 都不是真正的依祂 都不是依祂的實相 所以我們還沒辦法認識 真正的依祂 所以這個按照我來講 就是我們這個 最了解這個 就是要了解這個 你一定要先了解為事 因為這個也是要講 你如果不了解為事 為事的部分來講 就是我們所現在的 所聽到的見聞覺 全部都來自於為心所現 我們自心所現 你一定要去相信這一點 你這樣才了解 我們在阿涵的部分 我們沒辦法真實了解外境 外境是旺 這個是 我為什麼佛一直講 那個外境是旺 旺法 虛旺 因為這個是我們大家的 工業所造 你能夠了解為心的話 就會 就是講先錄這個 所謂的世巡師 因為巡師就是 我們所見 所見聞覺知 所看到的外境 境界 全部都是為心所現 就講到 離不開 第六意識分別 意言境 意就是意識 言就是文字言 想心所設計出來 構想出來的 這些的觀念 想法 見解 這都是我們的 我們的心所現出來的 我們的心 第六意識的明言種 所現出來的 所以為什麼講明言分別 無別有意可言 就是我們所說的 就是我們所說的 我們所看到的 是我們的相分裡面的 鏡 影像 並不是那個 依他的 真實的依他的 那種 依他 以緣起的這個實相 這是我們 你能夠了解之後 才能夠 才會慢慢的 打掉這個 所原相 這個是 知道他是 忘記 忘分別 這樣子 忘分別之後 就不會再有索取 沒有索取 就反過來 就能取的心也 慢慢的消解 所以為什麼要做這樣子的 是寻思 是慢慢的淺相正性 相就是我們的 所謂的 相分的音相 所取相 然後慢慢的 消解之後慢慢的 對應著能取心 所以是能取心 慢慢才會消解 因為 因為見相二分是同時起來 沒有見 沒有像哪來有見 所以這次為什麼要做 是寻思觀 詩群之關 這個講到 這個是分別 是忘記的意 意識所 意流就是意識的流動 因為完全是 忘記意流 是意識的這個 心 事流 第六意識的這個 心的運作 流動 所以運作 流就運作 流就運作 所以你還有這個分別 還有這個名言 這個世間的這些名言分別的話 絕對沒辦法錄這個 見到這個法性 所以不錄要觀 就是整個就是要 叫做這個 唯心事觀跟真爐事觀 真爐事觀 真爐事觀就是 世群事觀之後 會進入到這個誰的 世爐事觀 所以按照我來講 如果你唯心事觀沒辦法的話 真爐觀絕對沒辦法做 因為法性是真爐的譽名 所以如果能如是自覺通達 這個按照我來講是 那個色論 因為他有時候採用那個 起信論的說法 是自覺通達 所以你要 你一定要先做這個 唯心管 這個自覺按照我來講是 比較 完全缺我們自心 就完全知道說 從世徒事觀 世群事觀的時候 就知道我們所見 見聞覺知來自於 我們心所現 所以為什麼講覺知心 你能夠通達這個 通達什麼 就是通達為識 為識所現 所以色論的 就採用色論 通達為識一言分辨 無有始法 所以不是我們所認識的 這些見聞覺知 完全來自於 意識的 我們所說的明言總 所現出來的一些想法 觀念見解 不是那個外 依他的那個外境 所以無有始法 因為始法是講依他 所以這樣來講 就我們所說的路 就是 這樣因為 為什麼是方便 因為他還是屬於世群師 世群師 世群師是 視如實觀的前行 所以不舉外相 不舉外相的部分來講 就是知道他是為 他是為 我們見相二分 我們第六 我們的心 心的見相二分 所變出來的 為什麼講不舉外相 不是 不是依他的那個 那個外相 沒有外相 這樣才能夠 才能夠真正的達到 為世所 為世館 因為這為心是講為世 不是我們所說的這個 因為有些為心是講 講那個真心 這為心還是講為世 因為他最主要是講自心 怎麼樣子 入法性 就是這邊所說的 人切的 按照比較講的妄想不深 一般都是講妄想不深 所以這個是 所以 因為我們就是有妄想 我們的實相智波 根本智沒有辦法起來 我們無肉智沒有辦法起來 所以當你妄想不深的時候 無肉智才會起來 所以這樣就是入正真入 入法性 所以正念 這個是引起信論的誠實 是 如實觀 如實觀 如實觀就是講 如果你心外 慈善 就是心往外跑的意思 所以當 即當射來 即當射來就還是 把它 往內射的意思 不要再 把它回來的意思 把心再往回來 內射 往回來 往回來 這樣住在我們的正念 什麼叫正念 什麼叫正念 就是 你這個時候就是 知 偽心所現 我們所看到的都是偽心所現 所現的語像 並不是外 所以為什麼講 偽心 我們偽事所說的 偽事無外境 偽事或是有時候講 偽事無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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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偽事 carved 而是講我們所見的五層 完全都是項分所見 並不是那種與他的外見 所以按照這講的唯心事觀 另外的真如實觀 最重要的是心意無志向 心意無志向 最重要的是講那個原成 按照這個心 就是我們心是念念 按照的是緣起 我們心按照來講的是 非智生 非他生 非共生 非無因生 按照來講他 無志向跟無志向是一樣 按照來講有時候是講自信 有時候是講自向 按照來講他本身來講就是 他非智生 他沒有那種放我自身的功能 叫心無自信 因為他按照來講他是有因有緣才會起來 所以念念不可得 念念不可得是按照我們的心念是 刹那刹那 刹那起刹那滅 老師為什麼講無助 我們曾經講到那個心 就是講那個心無自信 心無自信有講到也是因為緣起 他是緣起 因為有因緣才會起來 所以他不可能自身 所以他也是講這種 沒有自主自在的那種自信 所以這個講到那個 我們真如實觀最強的就是 按照我而講 我們眾生都是落入在見相有相 我們在波瑞完全就是見相無相 這樣見相無相才能夠植入這個誰的 他的我們所說的植體他的空 這是為什麼講真如實觀 那是講怎麼樣子實觀 就是也是講 就是還是先講這個消極一點 就是講那個妄想不深 如果依照我們積極一點就是我們 我們妄想不深是一種消極的說法 如果比較積極一點就是我們 我們隨順真如觀 就是我們整個在 就是起心論的真如觀 整個我們的心事 我們的起心動念 完全要配合的真如 隨順的真如 做這樣子的我們所說的修學 這樣來講就是無肉志 還有我們的菩提道的一些的 菩薩的功德 功課全部都會來圓滿 還有還要斷葬 這個都要做 就是比較積極一點 比較積極一點 比較積極 按照另外是講那個 關於文字語言 因為文字語言 按照我們眾生來講 就比較因為我們 世間的眾生聽到什麼就會喜怒哀樂 因為我們很容易受到這些聲音 因為聲音有帶動一些意識 想法觀念 如果你聽到好聽的話 你會很高興 你聽到很罵你的話 你會很生氣 所以為什麼講那個聲音 這個聲音 按照我講 我們世間的聲音比較隨意忘 比較隨意落入在忘 但在我們另外講 在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在書超的二十二和二十一頁 我們這個最主要是心乖 體非不及 心乖就是因為我們眾生的心 我們第六意識 比較所謂妄想妄念 它妄想妄念會帶動 從前五十一會落入到妄想妄念 所以這個不是說文字語言 它妄想妄念 是因為我們文字語言會扣到我們的心 眾生的心 眾生的 我們眾生的心 一聽到就會起這些分辨 起一些煩惱 所以這是講到另外一個通難從事 就是再提到這個文字語言 所以有些講那個 就是有《靜明經》裡面講到那個 文字及解脫 無言無說 因為我們講 拜登 入博爾法門 文書之律 無言無所 本來 本身展言說 本身來講 聖者如果是你見到位的菩薩 听到这些言说 他就会体正真乳 我们所说的当下 就是我们所说是真乳 所以为什么讲一切皆如 圣者的境界一切皆如 所以文字本身就是离言性 文字性理 文字本身就是解脱了 因为我们甚至一听到文字语言 他会离这些文字下 所以为什么讲 不是说我们的文字本身 不是文字本身就是望颠倒 是因为文字扣到我们的众生 第六意识 分别意识 妄想妄念 所以变成无文字是无天道 另外我们这个华言经也讲一切法皆如 是佛的境界 所以三读四道 三读就是讲到我们金明经有讲 叛生师是叹生师是菩提 因为佛的境界见一切境界都是 都是菩提都是亲近 所以怎么说言说不入法性 所以就是讲到圣者境界 他听到这些声音不做分别 不取分别相 这个就是入法性 直入法性 所以这个讲到就是会有这样子的 又再做一些我们所说的分别 对于这样子就是我们在做这些分类 所以如果说约修学人心不努力 就是我们这些众生 或是初学的学者 修学者 心还没真正的见到真努力 所以他没办法听到声音 言说直入法性 所以这个讲到非约法体不及于法性 这个是约重心 因为我们众生的心是妄想 妄想 妄念 所以变成所见闻学是全部都是妄 如果是讲到那个 约守观的部分来讲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守观的境界 不管都是约 不管是听到声音 这些境界 就是这个讲到一无可入 无可入 就是你听到声音 看到境界 你不取向 无有所取 无有所能取 这个是为什么讲到无可入 因为有入就是住 众生 心住在境界 就是取进这个境界 有取的话就是会有 就是我们所说的不入法性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 这个时候我们如果不入就不取 不取这个时候就是如虚空一样 不做分别 所以为什么是讲等同虚空 一切众生路 而无所路 一切众生路 因为就是讲菩萨的这个境界 看到众生 其实是实无众生 众生都是这辈子 我们佛看到众生 他看到我们的真如佛性 他知道我们这一切 只是因缘何而成为众生 如果能够了悟见到我们真如的话 我们众生见到自信真如的话 那就是佛 所以按照我讲的是 就是讲众生非众生 这一切众生 入而实无所路 那么我们的最后一个颂 这是结论 这个结最重要的是 就是讲那个 因为我们众生 众生为什么要教 这是教化圣生 教化佛怎么教化我们这些众生 就是从我们设身 观我还有观法 来自于 不外是观身和观法 观我空 观法 法空 不外是这两个 这两个来讲就是 离不开能源跟所源 这个是为什么到最后 就会讲到能源跟所源 因为我们所源是境界 能源是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心 所以为什么讲 会回归 会回归到 我们这个能源跟所源 所以能源 所以能源所源 利 从中法出生 宿灭不暂停 宿灭 就是讲到我们这个 能源是讲见分 所源是讲相分 所以我们整个来自于 不管是我们 我们就是能树 境界 我们所有的这些 都来自于见分跟相分 这样子 所以种种法出生 种种法出生就是讲到 我们有这个见相二分起来 这个心跟境就起来了 宿灭不暂停 宿灭不暂停 宿灭就是因为我们 这些元起的部分来讲 就是深圳灭灭 深圳灭灭 没有住的时刻 我们的训练也是如此 所以从能源为见分 所源为相分 所以这还是会扣到 我们的这个 那个维师馆 那个观一切 就是维师意言 观一切维师意言就是这个时候 你知道意识的分别 从意识所分别出的文字意言 还有观点 想法 就是讲意言 意言境 意识的言就是文字 文字意言 这文字意言就是我们所说的 我们的想法观念见解 这个时候因为还是有这个 现象二分 所以只 未能出现此境 因为这个时候你还有这个一元境 所以这个境一元境还 在 因为你还是在 世询是观 当中 所以还是有能 能取的心 跟所取的相 所以还是有能 能所 所以这样子 所以你能够这样做 还是一种 是如是观的前行 你能够进入 世询是观的这个方便 一定可以入 违世观 这违心观是违世观 那种种法出生 种种法出生就是讲到 我们有能源跟所源 我们所见到的 因为法是境界 我们这个五层就全部 或是六层全部起来了 因为法是讲六层 所以它来自于我们 见相二分 所以见相二分就是我们所说的 无始述习 就是我们 我们过去 无始来一直熏悉 我们的阿赖以色里面 过去曾经做人 你会熏悉 这个是什么 那个是什么 都已经有了 所以我们为什么 我们看到这个东西 我们的想法 会跟人家不一样 其实看到桌子 你就会有不同的想法观念 来自于我们的阿赖以色里面的明眼种 所以为什么讲无始述习 是来自于我们见分种 见分的种子 所以这个有种种法 有种种法向赤身才对 赤身的部分来讲就是 我们所听到的见分觉知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桌子 这个我们相分里面的桌子的影像 非常相似这个伊塔 这些都是讲伊塔 世间的这些种种的都是讲伊塔 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桌子像 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桌子像 完全来自于我们的这个相分里面的桌子的影像 非常相似这个桌子 伊塔的桌子 因为想着种种法向赤身 所以能源心深 能源就是我们的见分 我们的见分 我们能源心起来相分 也是马上起来 所以这个时候种种的这个静就起来了 因为见相分不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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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刹那刹那刹那灭 甚深灭灭 所以安德暂停 他没办法稍微停下来 是无助 他本身就是无助性 所以这讲到让你感受到无常 是让你能够了解这个 就是讲了相无相 因为了相无相就是 你能够从为是观就是相分里面的静 都是不死非那个外 这个外的这个伊塔 所以为什么讲这个 所以了相无相 因为了相的相是 这个相分的那个影像 无相就是他无体 不真实 生无有生 生无有生是讲我们的这个相分里面的影像 虽然他显现 但他不是真实的生 我们就像镜子里面 镜子所现的一些影像 你说他虽然现 但镜子不生那些影像 虽然他现出来也 现出这些影像 也不是镜子所生 所以为什么讲生无所生 生无有生 你这样才能够真正的聊种种法境 这样才能够聊这个 为是所现 这个为是观 整个完全就是从威士观你才知道 境界是不死 因为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境界 来自于我们迪巴阿赖耶士所变 这个就是要了解这个 这个我们所看到的那个 所为水 其实那个东西不是水 那我们 因为我们迪巴 我们的阿赖耶 人间的阿赖耶 从长久以来就被人家教这个是水 这个为什么要讲 一言尽 无始以来所熏悉的 这个所谓的 鱼也是 因为他过去曾做过鱼 所以他给他有这个熏悉 然后他 当他出生到这个 所谓的 当为人的 鱼的果报的时候 他的感受是 他的房子 所以这个为什么讲 所以 建一个东西是我们第八阿赖耶士 他的圆变 生变圆变的关系 不是真正的那个 那个水 那个水是我们 我们人间认为他是水 感觉这是水 其实 天人认为他是 流零 他到底是什么 不知道 所以为什么讲到 了相无相 所以了相无相 所以了相无相就是 我们所的相分里面的那个相 不是真实的 非真 这讲的那个 所以 漏了无性 这了无性就是了那个 就是刚才所说的了无至相 整个 整个 都是因缘所成 非至生 非他生 非共生 非无因生 因为他本身是原生 原所生而来的 并不是 我们所说有说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火 你能够知道火有多 火的热性有多大 只是我们现在看到说 比如说我们 比如说我们现在讲这个 水 在主开水的时候认为 开水烧的是一百度 我们认为开水烧就是一百度 可是在山藏 不一定是一百度 所以我们所说那个水 火的那个热性 到底有多 多少度 才叫热性 不知道 所以为什么讲到 为什么了无性 因为他都是因缘所生才认为 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时候才知道 我们所知道境界都是旺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慢慢的去掉 所谓取境 然后慢慢对应的能取心 慢慢的消解掉 叫做心境良亡 这个时候会慢慢的这样就是 这个时候会慢慢的这样就是 是如实观 这叫浅向正信 因为我们都落入在向 为什么有向 为什么有向就心来 跟心搭配合着 所以这样子慢慢的这个浅出这个向 然后没有这个能取心 所以这个时候慢慢的 慢慢的就是讲到这个 就是为什么讲无向 所以住无向就是讲到慢慢的分别 所以这个讲自觉 这个说自觉就是讲到那个 这个自觉 这个讲这个觉性 有慢慢的学悟 有慢慢的学悟 这个自觉 这个自觉 这个时候慢慢的我们无露自 起来 我们的静 这个讲到那个 这个静是讲 也是无分别静 是我们的真如静 这个静是讲 这个静是讲 然後慢慢的不動法界的部分來講 就是我們所說的智如明河 這個叫入法性 這個不動法界有時候 這個不動法界不是那個東西完全不動 是我們不受到煩惱所動 不受到所知上所動 這個叫做不動 所以就是講的幕後句 講令王觀相 令王觀跟相 觀是講心 相是講相分 意思是講心境要兩王 佛如是化 因如是知 佛如是化就是 佛在化導眾生的時候 佛他知道眾生卻是空向 他不會再生成一個我 所以這樣子 所以化人 化人 就是活也是換人 因為他喚化 喚人化喚就是講佛 他視線一個化人 他知道他 就是講我們的化身佛 是皆無化之化 所以皆無化之化就是我們 佛在化導眾生的時候 他沒有能取的我 所取的法 禁 因為有能 能取所取就是眾生 佛不可能這樣 佛為什麼講 所以說他按照而講 就是佛在化導眾生的時候 沒有一個我 無有我 禁見也無有實物眾生可化 這樣來化 化導眾生 所以這個劇最佳的整個總結 總結的部分來講 就是按照一句話 就是離能 能所 因為我們來 我們所有煩惱不解脫 來自於能取的心 跟所取的靜 有能所 按照我們這個能所 按照比較講的是 比較 我比較解釋是能取心跟所取靜 我比較不講能源心跟所源靜 因為佛跟菩薩都有能源心跟所源靜 所以他沒有取而已 這個是我們 這個前二句就是講 第七句跟第八句 都是扣到能所 因為講我們的第七宋 就是講世間所見法 就以心為主 所以都是講維世觀 維世觀 禮不開能見心跟所見相 這個第八宋也是 世間所源靜 一切皆分別 這也是 這也是 不壞在 都是講的那回事 所以觀一切下 明後聚 一言觀 眾成 如實 一有能所 這個 這個 這個如實觀 按照一言觀 按照一講是 我們的家行為的世尋師跟世儒實觀 因為世儒實觀最主要的就是還是要露見見道 因為世儒實觀 世儒實觀就是要成就這個所謂的真儒觀 按照一講只是他 儒就是相似於真儒 實就講真儒 所以他還沒有除淺是沒有除淺無相 還有無相 因為他 這個是講到那個 那個 整個 仁言也是這樣講 眾滅見聞覺知 還是法成 就是因為他還有 他還有存有這個無相 整個就像我們 我們所有的就是想需要把這個 我們心思一直想需要滅 整個讓我們這個 第六意義是我們心念不起來 不起就是見聞覺知 不起就是滅 所以還有滅相 所以我們是講 滅相就是還希望能夠進入無相 所以還有存這個無相 這無相還是 因為還有無相你還有無相這一點 心存無相 所以你有心存無相這一點來講 還有能所 所以為什麼講 所以為什麼講 是如實 是還有能所 還有淫味除淺 所以這個是加行 這個是在我們的這個 《維世三十頌》裡面的第23頌 這個現成立少物 立少物就是他還要存為無相 因為整個見相無相 所以他還有這個無相 所以他還有這個無相 就是這個講 我們總是為了要妄念不深 所以我們一直去打消 所有的第六意識的想 這個心念起來就趕快滅 滅相 有這個滅相 所以有這個面相 所以有這個面相 就是我們希望能夠無相 所以這個講 這個認為這個無相 還是就是為世訊 這是還有 還有這個無相可得 就是有所得 不是真正實證這個誰的為世訊 所以還沒真正的證到為世訊 所以非實住為世 所以真正的要到通達為財 是真正的放入這個偽 真正的偽世觀成就 這個是真正的 這個如實觀的是 像如是想相斥 實觀 實觀是真如觀 好 那這個是講那個 這個法相斥身 所以這是為世 為世的這個 那個關系 這個既然是斥就是 不是真實 所以如果我們在見分跟相分起來的話 認為 因為這個相分起來的時候 一般眾生這個相分起來都認為 這個看到這個外面的這個境界 所以感受很真實 這樣子就是騙跡所知 所以只有實 只有實就是這個實就是 等所看到的就是外境 這個就是騙跡 那後面就是講那個 種種 敬起就是 我們剛才所說的這個 這個能源新生種種敬身 所源敬起就是種種心情 就是按照我講就是我們所說的 心跟敬一起搭配 相戒 互相 我們所說的這個 互相運作的意思 就是心一戒要戒敬 敬一戒要靠心 所以按照而是講見分同時起來 見相同時起來 所以講生法必滅 就是講源起的 這個 這個 所來的 這些一切的人事物 都是會滅 所以他沒辦法按住 我們先休息五分鐘 謝謝各位菩薩阿彌陀佛 各位菩薩大家好 我們把這個 教化聲聲把它結束 這個是我們的 抄裡面解釋 讓大家能夠了解 那個 這個了相無相 最早的是 按照而講就是我們所說的這個 這個針魯館 這個 正弦記憶 因為我們記憶最早的是講那個 我們都能言所言利 種種法出身 就是我們這個講 我們不外是有見分跟相分 這個境界就起來了 境界起來之後 我們就說眾生就是取向 這個取向是我們的 有取向就是有能取心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了相無相 第一個我們要無相 就是所有境界都不實 這個不實按照而講就是我們 這個為事所說的 為事所限 非實境 所以這樣子你才會慢慢的 離所取境跟能取心 所以這個叫明二取之心 二取之師 因為也有二取就是煩惱 就是顛倒 所以經歷聊 所以這個為什麼要聊 我們所見的這個相 非實相 所以這樣子 這樣子如實地指導它非實相 所以你這個會慢慢的就是 打消所取境 然後所取去對應的 因為所取境沒有之後 對應的就是能取心會消一消解 所以這是經之意 經之意就是我們這個最后 叫化身孫的最後一個頌 能源所源令 宗宗法出聖 宿面不暫停 宿面不暫停就是你一直在見向二分 一直在著作 這個一定會慢慢的 我們所說的這個 宿面不暫停就是你要知道它的身 深深深滅滅 因為我們眾生是感受到相訊 所以我們眾生這個種種法出聖 是一直在結身三有 結身我們所說的相訊 讓這個 就是我們心一直在見向二分 就是種種新生 種種近生 就是我們是邁入我們所說的生世論迴 所以為什麼到這個時候就是要讓它 知道它深深滅滅 讓它停止 所以為什麼講這個經之意 所以反的反式經文就是這個講到那個 能夠了這個惟心 就是講惟事館 所以大家有時候惟心跟惟事 有時候可以相同 有時候不同 有些惟心是講真爐的部分 法性的部分 這個瞭無性 瞭無性就是這個 這有時候會蠻難的 這個無性是講我們所說的 因為剛才所說的就是因為緣起 因為緣起它沒有這個 它不自主 好的 它無主宰 是沒有那種 無主宰的那種自信 按照有時候講 所有的緣起都是 不自身 不塌身 不共生 不無因身 所以這個叫無自信 這樣了解之後慢慢的 這個時候我們所說的這個 慢慢的成就這個所謂的 真如實冠 心境兩亡 諸無分辨 這個時候自無所得就是離能取跟所取 這個時候才是真正的自為是信 那自覺自盡 自覺自盡就是我們在見到位的這個時候 不是說你要知道說自己自正 自覺自覺 你見到不可能 不是說別人說你見到就見到 就是你真正有 你能夠自正 這個自覺是這個意思 你自心能夠見到 見真如 所以這個講那個 人且是講不動法界 大波勒的文書師律分 講細緣法界 細緣法界 然後一念法界 不動法界 不應動搖 所以這個講不動 最主要是不畏煩惱 不畏所知 所知障所動搖 另外有講到誰的 我入法界 我入法界為什麼 這個是錯的 因為有一個我入 你有我就是菩薩還有 菩薩還有我 有我就是不是真正的合格的菩薩 因為要無我 所以為什麼講一動法界 你還有我就是被煩惱所動 所以叫一動法界 所以你真正要入法性就是要能守兩望 這能就是我們所說的能取心跟所取境 一定要消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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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是那個石頭不動 那個不動 就是講不為煩惱所動 不為所至上所動 這才是入法性 好 那我們這個 最後就是要講那個佛怎麼化導 我們這些眾生 所以佛無有我 無有這個誰的 我們所說的這個 因為佛已經我法二空 他在度眾生的時候不會有一個我 所以他是像化人一樣 他所看到的眾生也似乎眾生可化 這樣子去化人 這個是佛這樣做 菩薩也要應該要這樣做的意思 所以 總選達義 總選達義就是佛 佛為什麼還要度化眾生 因為這個最重要的是 這個就是我們文書師弟所問 一切眾生非眾生 如果一切眾生非眾生 佛為什麼還要度化眾生 所以佛度化眾生 他本身就是就像化人一樣 所化的眾生 所化的眾生也是化 好 這樣子來度化眾生 那我們再看下一段 下一段最主要是講那個 按照來講是業果甚生 這個是保守菩薩 問保守菩薩 就是 文書師弟菩薩所提出來的問題就是 我們這些眾生都是四大所生 這個最主要是講我們 按照我們眾生 應該是六大 但比較多說 因為我們眾 比較 我們煩惱比較來自於身體射身 所以比較著重在四大 不是說空大跟四大不要 只是因為 比較顯 比較顯重 比顯勝說射身的煩惱比較多 所以比較講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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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眾生等於有四大 這個是我們 佛經常開示的 這個四大是 無我 無我所 因為四大不是心 因為我們色身這個四大 這個四大是能造色 所造的是我們這個色身 既然我們這個色身是四大所造 四大不是心怎麼會有我 四大也不是心怎麼會有我所 所以這樣子來講 怎麼會有這個受苦 怎麼會有這個受苦樂的 還有這個 端正醜陋 還有內好外好 內好就是我們正霸好 外好就是禦寶好 或是少受都受 受獻寶跟受厚寶 就是我們寶 因為講寶國 寶就是 我們這個結身的色身 如果是不圓滿 不圓滿是殘缺 是苦爆 長得很淫眩瀟灑 是熱爆 為什麼要講苦樂 有端正醜陋 但是醜陋也是我們的爆 內好外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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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講我們的正霸好跟禦寶好 正霸是我們色身健康 沒有無病 這個外好比較講的是 就是我們生長到富貴的家庭 少貧窮 少煩惱 所以為什麼講外好 所以他是講這個正 就是講我們的寶國 少受都受 少受都受就是講到 比如說我們 我們醫寶 我們如果出生在一個不好的國家 醫寶就很不好 出生到不好的家庭 這個資源很缺缺 有時候會到一個豐盛的家庭 資源就很多 少受都受 另外是講 我們有時候是受獻爆 有時候是 我們過去所造的惡業 有時候非常快速 這輩子就得苦爆 有時候是會 他是 未來是 所以藍法界中無美無惡 法界就是我們正如法界 他沒有這些分別 非善非惡 那我就講 業果甚深 也是分成 按照我的講 也是分成 先分成兩類 一個是 標能所問人 就是標這個能問者跟所問 能問者跟所問者 這個告保守就是講那個 所問者是保守 為什麼這個叫保守 前面是 財守 財守是佛以法教化眾生 我們是講那個 真正非常整個說法 就是講 以法教化 才會有法財 這是保守 為什麼是保 以事中顯理 事就是我們 就是報國 從報國來顯出我們的實力 這樣子是 我們現在的報國就是不知道報 又在結身三界的果報 這個就不可貴 我們現在的一手果報 要結身未來的 我們所說的這個 解脫的資料跟普提的資料 這個所以才是真正的珍貴 因為事是我們的報 我們的報就是 不外是色身 還有我們的資源 不外是我們的珍寶跟衣寶 我們好好用衣寶的話 全身我們的解脫的資料跟普提的資料 這個就是非常珍貴 可貴就是珍貴 珍貴就是保 所以為什麼講保守 那之前問端的部分來講 這到底問什麼問題 那個 問中有兩個 第一個是 自選問端裡面有三 有 有三項 那我們 正選問端有三項 第一個 出取法案定 應該是這個 第一個是舉法案定 舉法案定就是講這個四大無我 無我所 你這個都是講第一 比如說我們 問財守就是講眾生非眾生 所以佛宣說這樣子的政治界 佛用這樣子來教化我們眾生非眾生 或是我們講那個 第一個文書所問的這個 這個法性一位 這個法性一位 心性是一 大家如果是轉要的話 就是翻到 全25的510月 這個講佛所宣說的這個 四大無我無我所 因為我們射身是四大所造 所以會講這個眾生生 講四大假名 這個四大假名就是 四大是能造 所造是射身 所以射身是所造 就是四大能造 所造的這個射身是 按照我講 射身是假名 是實際上的四大 四大 因為既然是我們射身是 有四大的因緣所造 所以實際上是四大 那個四大無主就是講到我們 四大是隨緣 四大非自身 非他身 非共生 非無願生 他不可能自己起來 他一定有業 他不可能自身 自己和四大 自己就可以和和 他一定來自於眾生所造業 所以為什麼講無主 所以為什麼講無主 四大既然無主 身也無我 所以無我 有些是講一些是無自主 這個聲是講正報 好 既然正報 不實 那我們衣炮哪有真實 所以這是講彼此同學 所以暗定 比起同學就是講那個 我們阿涵 也認可四大 無我無我所 我們這個大聖也是這麼 同樣 也同樣肯認這個 四大無我無我所 那後面就是問題 提出問題 這個 隋之講 四大是能造 既然有能造 就是有能造造一個色身 這個色身 我們這個 我們的正報就會有感受 所以能 這個是 所造 能受就是講受報 因為能受是講受報 所以 一般認為這個誰的 按照我們佛學來講 佛所說法是四大能造 這個 那個 所造的這個 那個 四大是能造 能造 那個 能受是講受報 能造 能造能受是為為我 這個是一般所認為 我們認為 一般認為 一般認為這個 這個有一個我 在造我們這個色身 我們 好 那個 我在受到這個果報 所以為什麼會講 一般 這是一般認為 那所造 所受 其實是我所 所以 所以 誰令苦樂 無我所故 無所造 無所受 可以獻 可以獻見 而有苦樂 這個 這個 就是講到那個 就是一般認為 這個 有一個我所為能造的 我是能受這個果報 這個 所造的這個 有一個我在 我在造 然後 手造的這個 手造的這個色身 還手 手那個 那個 手受的這個果報 就是講我所 這是一般的認為 然後後面是完全是講到那個 那個 以無我故 但是如果是我們佛教來講 是無有我 既然無有我的話 應該是沒有 沒有能造 沒有受這個 所謂的 果報者 這樣的 那到底誰感受出苦 苦受跟樂受 既然 沒有我所 這樣子來講 那個 無 就是這個時候 沒有所造的這個 誰的 這個 這個 沒有所造的這個 果報 也沒有 守那個 守 守受的這個 果報 好 那為什麼 我們 事先人會 現實 現場見到 在境界中的時候 會 感受到這個苦跟熱 還有感受到這些 這我們所說的 這個無主 好 那 那這個 南法界下 南法界下 就是講那個 我們所 所 佛說這個法界是 非善非惡 非我 非我所 這是 法界是我們 佛所說的 這個 就是 整個周法的完全就是要指向這個法界 非善非惡 一切法 非善非惡 非內非外 非有非無 非生非滅 這是我們所問的這個五對 十四五對 講這個苦樂 初相說 所以為什麼講那個 這個三 我們 這苦樂按照而講 就生 這邊應該是講那個 我們 因為講四大 能造跟所造 這個 他在造的時候 就我們阿拉爺就是 如果是過去所造的 二月太多了 所以落入三二道 所以這個講比較講 因為初相說 所以比較第一個是 按照這個苦樂比較講的是 是講到 來生三界 所以苦是三二道 熱是冷天 所以比較講的是 因為果報牽涉到我們一手果 我們苦樂還是講這個 我們苦樂還是講這個 能造 能造的這個 世大 所造的這個色神 是正報 所以正報 如果不好的話 二三二道 是苦報 如果是好的話 熱的話就是 是人天 按照苦是講苦趣 這個樂樂趣 那下來 因為這是第一個 一手果 比較講的是六道 三二道 三善道 第二項 苦中各有鹽吃 苦中各有鹽吃 這個苦就是講到那個 三在我們講到三二道 三二道來講 就是 比如說我們生長在人 有時候長到不好的家庭 不好的家庭 有時候長得很醜 有時候長得 可是他的長 長得好看不好看 因為鹽吃是久 鹽是好看 吃是長不好看 就是長相 鹽中有內生跟外境 鹽中有內生跟外生 所以鹽就講 鹽比較講的是 長得好看 因為就是講 長得不好看 包括在這邊 因為我們生下來 長得不好看 第一個 馬上就有人 就講你不好看 你被人家講不好看 你的心肺很難受 所以我們的 長得不好看 把他有時候會納入到第二項 長得好看 熱 所以包括我們內生 長得 我們如果外境的部分來講 是 醫保 醫保如果你 投入在不好的家庭 貧窮的家庭 當然苦 所以有時候這個苦 有講到那個 第二項 不好 好不好 比較講的是不好 那第四項 苦、樂、壽、中 那個 落實、落實皆有多少 就是我們在 不管是我們壽生跟 預保感受 我們對自己內生的感受 跟對外境的感受 就是為什麼落實 在時間上或在做事上 és是我們在活動 達到這個 sec 個時刻 有時候會苦、樂、壽 有时候多 有时候苦多 有时候热多 苦热有我们所说的不定 所以以上皆约申报 按照我讲就是 我们阿娜也是投入在我们的世界 叫申报 这个申报是过去生所造的业因 全身所造的业 过去所造业 现做跟现受 这个现报就是我们这一生做之后 马上有得果 叫现报 隔一生去 后报就是我们现在在 比如说布施 这个布施比较落在未来报 未来还不一定说下一生报 有时候是未未 不晓得 他一定会有报 但是不晓得是未来的哪一生 所以都说是后报 这二无我理就是真法界 这是讲我们的真儒 佛心 都是讲我空跟法空 二无我就是我空跟法空 人无我跟法无我 因为我们一直讲我空跟法空所写真儒 真儒是讲真法界 真实法界 真法界里面就是讲不生不灭 非常非断 我讲非欲非欲 非善非恶 所以讲定无善恶 所以如果是真法界的话 这些苦乐从何而生 所以就讲到那个 这个是讲那个 从这个世大能照所照 而且世大本身 因为他不是心 所以既然不是心 怎么会有生我跟我所 所以这样才讲 既然没有我跟我所 这样来讲 苦乐到底怎么来 非无我顾 无我所也 非有所受 亦有我也 这个是 这个是所产生的疑问 以圣言量及正理量为一限量 就是讲世大 无我无我所 既然无我无我所 怎么会我们来 投入在这个三界 怎么我们还是在感受 这些苦乐 所以为什么讲 圣言量跟正理量 正理量是讲 从佛所说的话 在推理 是唯一限量 唯一限量就是 我们现在所感受 为什么还有我认为 这个有苦乐的感受 怎么样去把这个疑惑通达 这个是问题的内容 这个是四大五主 就是要讲到 那个静明经 四大何故假命为生 这还是我们佛经所说的 因为一般人 根本不可能讲这句话 所以这是讲到我们的社生来自于能造社 能造的四大种 因为四大种从我们的阿赖也起来 所以这个时候会 他本身就具有这个能造的性格 性质 性能 这是很不可适应 所以他造了 这个四大开始造 开始就是我们的这个射身 我们的心脏这个五脏就起来了 我们的手跟脚就起来了 我们的这个头也起来了 这个整个射身就整个就起来了 这个是完全四大种 整个造能造起来 所以整个不离这个四大 所以所造的就是射身 所以射身是假命案例 所为射身 整个就是来自于我们四大 能造的四大 这四大按照的讲是无主 就是他不是不能置身 他一定要靠过去业 就是四大无主 所以生亦无我 所以这个生亦无我就是讲 我们这个射身 不是他一定会来 来决生在三界 就是因为我们过去所造的这个业而来 这样来了解 他本身就是 就是能这样来了解 就是这个生根本都是 不是那个我所造 因为这个是我们一般认为 世间认为我这个认为 世间认为我这个设施是由我所造 有一个我在造我这个生命 有此病期 这个病就是为什么会 我们会来生三界 就是因为是由我 就是因为有我 所以不应该对我取执着 所以不应该对我取执着 所以讲能造跟能受是我 我在阴中 这个我是放我那个我 众生的 我们就讲到我们世间人从来不知道 我们八个世 我们设身最讲的是讲 阿拉乃伊士里面的四大种 众生不可能了解 都认为有一个我 比如说在印度 他认为就是那个犯我在造众生 所以他是能造 能受就是讲小我在受这个果报 因为他有分大我跟小我 所以整个在印度那个时候 宣说就是小我回归叫大我 就是解脱 所以为什么一直讲犯我合一 几乎那个时代 在印度那个时代 都是讲犯我合一 要回归叫大我 这个叫解脱 所以我在印度 我在印度就是讲到 我们这人事物完全就是犯我所造 他是声音 他是世间主 所以他是能 是因为能造 业为所造就是讲到这个 他作业之后会造我们人事物 所以我在果中就是 我们这个犯我在造 大我在造小我 所以小我也在 手造的这些的 这个是大我 这个是小我 因为小我是从大我里面分出来的 所以我在果中 极为能受 所以为什么讲小我是能受这个果报 报为首寿 这个始终顺我 就是为什么讲到那个 完全是在讲那个范文 那个异教学派那个我 那我们佛教所说的就是无我 跟无造者跟无受者 这个完全是反对这个 这个说法 有一个范我在造 有一个小我在灵纳这个果报 所以就是讲无我无 那个无造无受 无造者跟无 按照而讲的是 无我跟无造者 无受者 那我们这个 后面完全是保守菩萨的回答 也是十个颂 十个颂 那个 第一个是讲那个法说 就是第一颂讲法说 后久 用语来说明 这个 总答 答意是总答 总答的这个意思 他的本意是 答体越王 答体越王 所以讲那 整个就是你要知道 这个 我们色身 这个色身 怎么来的 好 所以你知道我们这个 这个色身怎么来 是有过去所造月 所以我们不来 就是不造这个 所以为什么讲 这个 我们知道我们这个色身 怎么来 就过去所造月 我们知道这样子的原因之后 慢慢的这个所造月 慢慢就是让他不造 不造 不造 不善 不善业 不不造有肉业 所以这个说月王 就是不再造作这些有肉业 不善业 如果迷争业起 迷争就是对 这十项 我们色身正宝的这个十项不知 因为不知 所以我们慢慢就开始造作这些不善业 不善业就开始有 我们所说的三界果报 一手果报就起来了 所以报应业起 所以整个就是消解那个我 不是那个我在造我们的 我们的一手果报 整个来自于我们过去所造月 由月而来的一手果报 不是由我所造的那个 不是我 那个我能造 能造我们这个果报 所以月 月跟宝懒严 月月也是因缘合合 报也是缘合 都是来不离开因缘 虚无字体就是 从我们的这个因缘来说 它非真正的实字体 因为讲字体是讲自信 所以这样来讲是无我所 一报比较讲 这个是我比较讲是这个心 那这个设身是我所 因为我比较讲的心 所以有法无我 非断灭故 月果不亡 这个是讲到那个 这个法就是 你所见到的这个是我跟我所 这都是讲法 他按照而讲就是没有那个我 因为这个法来自因缘合合 我们心起 敬就起来 敬起心就起 所以非断灭 非断灭就是 你知道这个 法 这些的境界都是无我 这个时候 非断灭这个时候 你还知道 因为这个时候 你还是有知道 业果 因为还有事件 所以这是讲业果不亡 也不是因为 知道法无我 这个变成断灭 这样才了解 这法无我是圣意地 所以业果不亡是事件 这样才是真正的 正理跟正见 所以圣教所明 这是讲圣教 不为现世 因为现世是讲业果不亡 那个 因为我们 我们圣者知道 提升到法无我 他的业果也不亡 他什么叫业果不亡 因为他取向菩提道 虽然讲世大无我 无我所 也没有违背 世间的因果 因为因果就是讲 苦乐 感受好不好 这边所说的 内好外好 不是在果报上有少寿多寿 所以法若定有 不可照寿 变为正灵 这个 法若定有的话 不是讲这个部分吗 因为讲那个 月报不有缘 就是讲法若定有 法若定有 因为法按照来讲 在我们佛教来讲 法是运缘有 不是决定有 所以如果法 如果是 比如说 讲犯我 他的犯我就是定有 他又可以照做 他变成说 一切都是他所生 所以变成 按照来讲 不可照寿 不可照寿 是讲那个 我们这个 犯我 犯我没有人照他 他照别人 就讲不可照寿 变成就是跟 违背我们的缘情 我们的佛教的法 完全是因缘有 不是决定有 我们先报告到这边 谢谢各位 菲萨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